千万别买看起来比较活泼的小沙姆 刚开始买狗的时候 为了保证存活率 我特意买了一只看起来比较活跃的 开始还挺好的 小家伙感觉特别聪明 学什么都怪 几天就学会了 坐下握手牵腰等基本动作 但是 嗨 他是真的贱啊 抢人家玩具也就算了 你找他炫耀是几个意思啊 诶 就问你气不气 就问你气不气 诶 你打不着我吧 小时候磨牙咬点东西我也就忍了 但是我给你买了一堆的玩具 你把我桌子拆了是几个意思啊 最可气的是 人家猫咪怕你都躲到桌子上去了 非要找人家玩 诶 你来打我呀 诶 你来打我呀 妈呀 你真打 给个关注好不好